我们现在来做选择题,就是期货选择权与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,我们看那个第一题,就是7月7号最后的成交价是这么多,7月10号是这么多,然后呢,那个现货的收盘价,就7月7号,7月10号,这个积差,积差就是用当天的,所以7月10号,现货是16652.8, 16652.8,然后期货是16550,165相减的话就102.8,所以这答案是B,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题,第二题他说金融期货主要的持有成本是什么,这个就是期货价格,他那个理论价,等于现货价格加上持有的成本,就是说期货你为什么比较好,因为我持有现货有坏出,就是等于现货价格加上持有的成本,就是说期货你为什么比较好,因为我持有现货有坏出,就是等于现货的成本, 等于说是我加上持有现货的缺点,然后减掉持有现货的优点,然后就是持有现货的收益,那所以呢,这个就是那个商品,当然商品的话主要是运输、储存、保险成本啊,金融的话最大的就是资金成本啊,上面有举例子,然后最后说,如果你明年要使用到美金,美金的话你现在就去买美金, 那你就是损失掉台币台币的利息,当然收益的话是美金的利息嘛,这这这边就是收益,这个这个观念,关于这个观念最最好就是拿这个汇率,来看后会最清楚啊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三题,就是要避险,当然这个就叫做交叉避险,然后就是说你可以使用不相同的标的物,可是高度相关,然后举一个例子的话,就是公司有没有,公司发行公司债,可是你的公司债没有期货啊,那就用政府公债嘛,所以你又可以做空政府公债后来避险。 接下来看这个第四题,这第四题这个很喜欢考啦,就是说你有个投资组合是那个三万两千,就是三亿两千万,然后三亿两千万,我们就用三亿两千万,就算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让这个β变成0,0,上面有写的β加上你指数期货的部位除以投资组合,这就β,然后你要让它变成0的话呢,就是这个原来是1.2,然后等于 负的200乘上16000点,然后乘上X口数啊,这样一向一下,X就求出来了是负的120,所以是做空120口期货。那第五题的话呢,就是说假设就算这个原始保证金,维持保证金啊,那我就上面就写了啦,就是那个原来是368000嘛,如果你降到维持保证金是41000的两千, 两口就是28万两千的话,就是说你如果损失掉七万八,七万八损失七万八的话,就是一口损失掉三万九,一口损失掉三万九这一三,然后再除以二,三万九的话就是那个 一百九十五点,然后所以这个相减的话,就166,16668,第二,那个195的话就是16453,所以这答案就是16453。